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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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必須要大膽果斷 那麼在古武世紀方面呢 這邊上一次特別強調 如果激勵試氣 並且能夠創造出有力的 讓士兵感覺到呢 這是有力的 會成的 這樣的一種氣 然後有果斷的氣 所以 這段文字呢 上次也跟各位強調 要事前呢 能夠吸收到 你這個行業最新最準確的技術 知識 和一切與行業有關的市場動態 以及訊息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 你不知道你有哪些籌碼 你不知道戰局 你不知道市場 你知道地形地路 有什麼 像今天下午在準備你們的這個 教材的時候 突然間也聽到 我們那個對面的鄰居啊 我們的海水浴場 那個 那個叫做 海景餐廳 海景餐廳因為擁有那個沙灘的使用權 他給我們租了 那他就可以 動不動上路 就可以去 有人在那邊海灘上 辦活動 辦活動呢 然後那就放很大的麥克風 整條我們那個講公新館呢 前面那條路啊 前面都可以聽得到 而且聲音啊很吵 跑到我們學生上課 跑到老師在研究施作 那我以前打過電話去跟他們講過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 說好OK關掉以後 然後過一陣子又在開 今天校打了好多電話都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 因為呢我事前沒有準備 我事前沒有吸收 要讓他能夠尊重我們 是一個研究型的大學 是一個university 是一個學校 學生在考試在讀書 所以希望呢他能夠 不要用麥克風 這件事情呢 沒辦法做 那很簡單就是 我不知道每個在哪裡 我沒有好好去收集一下資料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像這樣的鄰居啊 就實在是不少好領域 我們在一個大學 你知道如果在 人家辦廟會 然後學生正好在考 執考學測的時候 你幫我看看 看家長會不會找你老闆 會不會找你像這樣 所以我們在大學旁邊 三番幾次了 多少年來就是搞不定 那這是我們台灣的水準 所以看到這個也是很難 一個堂堂的研究型大學 旁邊的這個鄰居 他還是跟我們租這個使用權 去跟他們建議 去跟他們講 他們商務設計 那是旅行社的人帶來用的 那旅行社也是你跟他講 你允許他用啊 他才會用啊 所以你又推給別人 然後我們學校這邊 因為也不知道哪一個單位 可以去複製這件事 所以台灣的事情就是這樣停擺 我們任何 只要不是你家的事 即使是你家的事也沒有用 因為你也找不到哪一個 真正的權責 對口單位 然後把這邊事情處理掉 所以台灣是有點像那個 你到印度 你到第三世界國家去那樣 你找不到一個對口單位 一個真正能夠把事情處理的台位 這個都是不進步的現象 所以要能夠收集相關的資訊 所以要能夠打一場仗 一定要事前謀劃清楚 所以我們上次講的謀是攻擊的方法 所以謀是最好的方法 強調了權的觀點 權有兩種層面的解決 一種是保權 保權的意思就是鬥而不破 你跟對方較量 跟對方可以活這個力量 但是你在跟他較量 但是不破 所以一個是保權 一個是權局 權局觀的一種角度 保權的意思就是鬥而不破 那權局觀的是 每一個地方 無論是能源 無論是經濟 無論是政治 體育 或者是經濟 這個社會 各個層面 通通都是你可以攻擊的地方 全局觀點 所以要知道呢 為什麼鬥而不破 因為鬥而不破的話 那就有很多的缺陷 所以他的主張 就是不戰的缺陷之兵 這個不戰的缺陷之兵 是孫子啊 有史以來啊 首次提出這種觀點的一個 一個軍事獎 事實上呢 他已經進入到政治 經濟 軍國方面的這種層次了 表示說打仗不是只有在戰場上 才叫打仗 打仗的話 牽涉的層面是廣 各種層面 通通都是有助於政黨戰爭的打仗 所以呢 你要能夠 不走上軍事的手段 而能夠讓對方屈服 這才是真正會打仗的 所以你要用的手法 就不是靠武器了 你要靠很多呢 非軍事上的武器 靠軍事靠貸款 靠財務 是不是 靠這個 外交 靠各式各樣的手法 只要讓對方願意買仗 願意能夠屈服的 通通都是你可以用的 所以這個是牽涉到一個國家的總動員 全部力量的總集中 這樣才是這樣的打仗 這才是最高端的戰法 同學可以想想看 那這個 上次也講過為什麼破是不得已而用的 因為破 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你開始殺了那就破了 這個局已經破了 是吧 那你破的話 你破別人 別人也會破你 所以殺人一萬會自損三千 然後你說破別人 祕密接人家的倉巴 也會傷到你自己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大家一般來講 都不太願意出頭 因為要保全自己 但是如果天然到國家 天然到死生存亡 那不得已用之 還是要破 可是在破的更上方 有一個方法 叫鬥而不破 那就是權 那就是孫子不斷主張的 就是必以權 爭於天下 這個上回我們都提過 上次好像沒跟做的講這一章 習近平對美國講說 太平洋之大 足以容納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 這句話講得很漂亮 那講得一種全局的觀點 就是啟發這個當今全球超強的國家 美國希望你能夠容許 中國不要來圍堵我 因為你不斷地圍堵我的話 我可能被逼 否則會跳槍 那可能局面就破 會有這個意涵 有警告的意味 也有一種另謀他入的一種警惕 所以你看看 過了不多久以後 你發覺你看到沒 最近你打開所有的媒體 不管是平面或是電子媒體 會發覺最熱門的 最夯的 台灣好像最冷的一個國際新聞就是 就是 中國大陸現在在推亞投行 亞投行叫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的一個銀行叫亞投 那他主打的是什麼 主打的是把錢帶給那些需要 建設基礎設施的國家 那這些國家都是沿線上頭 就是思路上面 思路上面的國家在這個地方 就是除了中國的新疆以外以後 這些所有的中亞 甚至到中東這些國家 都是基礎設施相對比較弱的地方 非常需要鐵路 高速公路 機場 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的基礎設施 這樣他才能夠發展經濟 才能夠吸引人來觀光 那很不幸的是這些國家 在過去多年來 要跟聯合國的這個世界銀行 或者是跟IMF跟他貸款 通通通基本上都得到非常少非常少的一些援助 那怎麼會 中國會想到這一塊呢 那這一塊呢 他把它稱為叫做什麼 就是一帶一路 這個一帶就是絲綢之路 我們以前得了張遷有沒有 張遷到西域出征 然後呢 以前更遠的像那個 不是更遠的 就是以前的絲綢的概念 那整個沿路的這些所有的國家 通通在他呢 要前進要蓋那個高鐵 過去的這個路線 那另外一個是海上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然後最終呢都要匯集到歐洲 同學知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消息啊 所以他喊出了這個是他經濟大戰略 那你想想看他這個戰略的根本的目的是什麼 累積資源 累積什麼資源 累積資源 我覺得他這個啊 有點像在張公啊 那他把就是剛剛的那個 要跟美國軍隊太平洋 那台灣呢 到底未來是艦還是霸 那就看台灣的選擇 你想想看他是往大陸 往陸地上面走 如果你跟美國對峙的話 美國是在這邊 這邊是太平洋 那日本 那因為呢 長期以來 中國這個 這樣的一個領土啊 基本上被 所謂的第一島鏈的國家 第二島鏈 那層層的把他給圍住 那再來才是美國 所以基本上啊 他長期呢 要進入到海權來講的話 照顧到更來的工作 除非你能夠勝過老年 所以你要往海上擴張 要發展海軍 然後走上海權 要能夠開發海上的資源的話 你要先過得到日本這個貪門口 然後再過去的話 才是第二島鏈 日本是屬於第一島鏈 那這個日本海軍很強啊 然後呢 那進入到太平洋的話 美國的各方面 全世界超級 所以你如果往東邊走海上 擴展的路線來講 你立刻要面臨到要戰爭 再說 對中國大陸這樣一個領土的格局來看 以他的地緣來看的話 他除了向東邊走海上之外 他難道沒有別的走法嗎 所以他常常想說好 你東邊不讓我走 那我就轉個身 我走西邊就可以了吧 但是走西邊 人們會認為說 我西邊是不是很落後 你怎麼可能走得出去 就沒想到呢 他居然能夠想出這樣的策略出來 就是我沿著思路 所有這些國家 然後到俄羅斯 到德國 到荷蘭 到意大利 那除了路 大陸 這個路上的這一條之外 而開發一條的海上的 所以海陸兩手聯合晉級 合集於到整個歐洲 所以這個有幾重的意義 第一重的意義是呢 它能夠避開跟美國的 跟日本的正面衝突 然後呢 向西方發展 而西方呢 包括中國現在的西北 也都是相對於開發比較淺薄的地方 所以往西邊開發的話 有很大的傷心 而且另外一個主要的目的 它能夠連結所有的 這些整個 全世界三分熱靈鼓的這些國家 把他們的力量 把他們聯合起來 這裡頭很大的意涵就是 有一個意涵 就是 大家不是經常在講西方西方嗎 或者你知道我們傳統來講 西方都是概念都是兩個 一個是歐洲 一個是美國對不對 歐美歐北各 現在如果這個策略成功的話 透過一代 銀路 然後還有亞投行 來做資金的提供的話 把所有這些國家通通通開發出來 這些國家呢 在這樣亞投行的資金 完全的溢柱之下呢 如果都能夠足以開發出來的話 好多國家都可以在這裡分到好多個商業利益 那分到商業利益一定是相對比較開發的國家 像現在 現在已經四十幾國的國家 進入它的亞投行 那 大陸都想分別根 如果這些國家都能夠全部開發起來的話 這些都可以成為它的盟國 那各核發一個最主要的一個目標就是 歐洲 你能把歐洲拉過來 透過這個東西 歐洲過去這十年來經濟不好 掌握未來十年二十年也是經濟不好 為什麼 因為這相對成熟 相對開發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動力 經濟動得不太強的一個區域裡頭 你想要讓它活絡起來的話 你把它端出亞投行 一代一路這樣的經濟策略出來 對歐洲來講是吸引力非常大的 所以英國率先啊 就跟美國說拜拜說我要交給亞投 打敗美國AQ的光 然後沒想到法國 德國 義大利 西班牙 紛紛的這些所有的傳統的G7的國家 通通一路的就這樣倒過來 所以現在亞投行啊 那個勢力啊 勢不可怕 全世界所有的已開發國家當中 現在只加美國跟日本沒有加入的 其他都沒有加入 所以它整個市面整個就倒向中國 大家想想看 我一直很納悶的是說 是誰想出這樣的一個idea出來 全世界所有的戰略學者都對此來 讚嘆不已 是誰想出這個東西出來 誰謀劃出這樣的一個局面出來 突然間美國從一個盟主的地位 突然間變得是在戰營外一個孤家寡人 它突然間英國離他而去 歐洲幾乎所有大國都離他而去 瑞士的奧地利的 包括澳洲也離他而去 通通要導入到亞國航空 現在只剩下日本 而日本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說 日本的外長也在跟他們手上講說 日本應該要加入啊 日本怎麼可以不加入呢 所以日本也是要爭取六月要加入 如果到六月日本加入成功的話 全世界只剩下老大哥美國沒有加入 老大哥居然被排除在外 他沒有排除他 歡迎他進來 可是老大哥不願意進來 是這樣的一個局面的一個轉化 也不過是過去半年為止 就是說2014年APEC在北京開會以來 那時候習近平在那個大會上 有提出這樣的一個戰略出來 然後經過半年到今天 從你看去年10、11、12、12、12、13 不過半年 半年的累積跟運常 半年以後整個局勢完全倒過來 是誰某這樣的一個畫出來的 這個畫的最主要的目的 有好幾重 最主要的一個目的是拉歐洲 把歐洲拉過來 從歐美這一裡頭 把歐洲拉到亞洲的這一裡頭 成為亞歐一體化 所以你看整個地球是圓的 這邊是歐洲 繞了一個大西亞的話 這邊是美國 美國這邊是太平洋 然後連上亞洲 今天你把歐洲 因為這個陸地是相連的 你透過高鐵 全世界的高鐵技術最好的就是中國大陸 它融合了德國、法國跟英國三個國家的高鐵技術 然後把它融入一體 推出技術更高的中國的高鐵 所以它現在的高鐵 在亞恆行全世界 暢通全球 這都是用高鐵來蓋 來連結它 如果這個計畫最終成功的話 歐洲絕對會向亞洲全面這樣傾斜過 這樣的話就是 中國、美國、然後歐洲 歐洲就會比較傾向亞洲 在全世界的政經戰略上 有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改變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亞歐提化這樣一個策略 那我的問題是誰想出這個概念頭 怎麼會鎖定這個基礎建設 對不對 因為它目前這個產能嚴重過剩 對 所以它用這個方式是一十二年 它可以達成的目標很多 就能夠把自己多餘的工程師 多餘的這些工廠可以生產鐵軌 可以生產水泥 可以生產各式各樣的這些基礎設備的 所需要的原材料等等 這些加工的這些機器的這些東西 它國內現在用不完 國內用不完會影響它經濟發展 對不對 所以它把它用在這個地方 然後還招攬全球各地 所有想要一塊賺錢都能可以來 在正式上頭可以號召 然後又可以的向西走 避開跟美國之間的衝突 然後向西方來拉攏歐洲 所以它這個策略太成功了 可以說一時不止兩秒 一時多秒 一顆石頭可以打一群鳥 這樣的意思 它的這個策略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避開了太平洋 它不想往太平洋走 它有一天如果實際成功 它還是想要出太平洋 因為這是海權 那傳統中國呢 是一個陸權的國家 是吧 所以傳統 你看海軍呢 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比較弱的地方 除了政府的明朝 下西洋那一段之外 除了以後呢 你什麼都聽過 有船之海上的這樣的概念 在中華文化裡頭 可是日本呢 在過去一兩百年以來 始終呢 因為它四面都是海 所以它的海軍是非常強的 所以 鬥而不破 基本上呢 它是全局的觀點 那麼 大家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張文字 可以補充我剛剛所講的概念 基本上呢 是要把美國獨強的劇面 把它改變過來 搖一體 或者是會影響再多各位 您的前途 會怎麼個影響法呢 如果它成功的話 如果它成功的話 那 所有這些國家 它要賺錢 它要經濟要發展 它可以從中國這邊 自己溢住 歐洲自己溢住過來 所以這邊慢慢起來 然後全世界貨物呢 就更加的暢通 所以整個這一條要能夠發展的話 長達大概至少一百年以上 那如果這邊海洋呢 它也能夠 按照它的文化這樣進來的話 那整個東南亞啦 印度啦 到東非啦 這邊也是全部 都可以懶掛在場 這樣一來的話呢 台灣在這個地方 那你看韓國 日本也是加入啦 這是時間的問題 那台灣在這個地方 台灣要不要加入 台灣現在的外銷的東西 都是賣到哪些國家去的 台灣主要的國家 外銷的產地主要的國家 大陸 另外還有東南亞 日本一些 還有美國一些 但是當如果這邊形成一個大的局面 一個大舞台的時候 台灣可不可以自外在這個地方 那它會影響 這是各位你們將來的發展 以及你們就業的場所 會影響它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趨勢 2014年到2015年 那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緊接著講 上兵伐某七次伐雕 七次伐兵七下功臣 功臣之法為不得已 所有的聖敵之法當中 以謀為最上 所以才講說 上兵伐某 最上層的 最低流的戰略 不是打軍隊 是打什麼 打謀略戰 第一流的 第一流的戰爭 打謀 打腦袋 打人才 打腦力 就是上兵伐某 其次呢 伐交 其次打外交戰 再其次打什麼 打兵 打軍隊 外交之外 能夠打得不多 打兵 打軍隊 最下層是 去功能壓的城 可是現在 世界裡頭的話 除了 軍事謀略之外 還有一個東西 可以在那裡打 那就是什麼 打經濟戰 所以除了謀之外 還可以打經濟 再打外交 所以現在可以謀的城市 太多了 能源 氣候 石油 糧食 是不是 貿易 經濟 科技戰 是吧 這個 吾不是在戰役裡頭 所以 上兵伐謀 以謀為最上 那 打架來跟人家扯破臉 是最最後不得已的事 修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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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氣界 三月後成 修煙又三月後飲 將不生其份 而已復之 修辱焚 修氣界 這個都是工程用的器具 準備了三個月以後 準備好了 然後又能夠建立一個官站台 那古桌打算你在城外 郭文家城的時候 都要設立一個官站台 這個官站台也要有好幾層樓高 那這些都需要臨時把它搭建起來 然後又再三個月以後 所以這邊三個月 再加上後面三個月 你要打一場戰爭的話 你要公一家城 前後就要準備六個月 按照這樣的說法 然後將領呢 鼓舞的所有的士兵 他的很想要打仗的那股 那股奮勇之氣 然後讓所有的士兵 像螞蟻一樣呢 這個靠上 爬上那個牆上 然後殺是三分之一 而城不拔嘴 而呢把對方 殺了士兵殺了三分之一 這是一個舉例 一個舉例說 然後城還是一樣 攻打不下來 這真的就是 就是攻擊人家會帶來的一些災害 所以表示說 這文字很美 表示說呢 你呢 你看你為了工人家城 要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 所以要用謀的方法 先暫時跳一下到這邊 因此呢 暫用兵者 屈人之兵 不是靠戰爭 華人之城 不是靠工 毀人之國 不靠酒 不要用 不要用 我一點一滴把你耗掉 因為這些成本都太高了 而是要以什麼 以權來爭取天下 以權來爭取天下 就是你要謀 你要謀一個權制 你要靠各種各樣的工法 像以前那個 諾爾哈士去攻明朝 在關外的很多城市的時候 他們是用一種方法 把他們 這個 滿清的士兵化妝成為商人 然後跟中國的商人 跟明朝的商人打交道 在談生意 然後呢 把刀呢 就藏在他們的貨物裡頭 然後就這樣呢 混入到了每一個明朝的 在關外的這些城市裡頭 混到裡面去以後 然後他的部隊 圍城來攻打的時候 混到裡面去的一些 清朝的這些士兵啊 就可以把裡頭的成本把它打開 可以迎接了這個滿清的士兵 每一個城市都是這樣被封下來 一臉丟掉八個城市 所以不是要靠 不是要靠戰爭 拔人之城不是靠攻 拔人之城可以很多的方法 拔人之城是拔下來 會人之國也不需要用久 用長久的手段 而是要用拳 這樣來爭於天下 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 兵不頓而立可決 這個才是真正謀功的法案 所以這邊談這個概念以後呢 我們就不當然去思考 什麼叫做拳 那是謀要謀爽 謀的根本的精神是什麼 有什麼可以學習到的沒有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20012年11月27號 新加坡的總體林顯榮 在臉書上面撥了一書 他說啊 氣候軟化造成北極熔冰以後 過去必須繞道航行的 歐洲船魚業 本來是走西北航道 如今要改走東北航道 這樣一條的話 它可以縮短20天的航程後 走東北航線可以縮短20天航程 抵達日本 這樣的話就跳過新加坡了 這樣一條新加坡怎麼辦呢 這件事還沒有發生 實際上那麼多氣候軟化造成這樣的現象 那林顯榮呢 特別在臉書上面把 英國VBC的新聞照片把它貼上去 這照片裡頭是什麼 是一張希臘級的載運天然氣的郵輪 在本月初始離挪威 穿越俄羅斯北部的朝日本航行 這艘船預定下月初抵達目的地 且比以往繞道航行 壞了金額水平 所以林顯榮看到這張照片以後 他怎麼樣 他開始擔心了 新加坡以後 被bypass以後 怎麼辦 那一般人呢 把氣候軟化 北極農民看成是生態和環境一體 但是新加坡的領導人看到的是 可能的冰山飄來 所以如果不及早一億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一面撞的 新加坡生存挑戰與經濟的危機 因為對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的 新加坡而言的話 李顯榮都已經看出來了 北極航道的改變 短期之內還看不出影響 但長遠來說就不知道了 所以新加坡一定要早早採取行動 李顯榮採取什麼行動 開土場 開土場 開土場能夠改變這個事實嗎 你再看如果你是李顯榮 你會做什麼事 怎麼去因應這樣的一個經驗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你知道馬六峽海峽是新加坡 這個港口所遏制的一個海峽 那個海峽通過 就能夠進入到這個印度洋 進入到整個這個亞非地帶區 所以新加坡那個地方 遏制的馬六峽海峽 非常重要的一個樞領 但是呢 中國大陸現在想要在泰國 在更上面 泰國和馬來西亞那邊 有一個交叉地帶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狹場的一個地形 克拉 對 克拉 我記得 他準備在那個全長那個200公里 就那個寬度很狹場的地方 要準備在那邊開一條人工密封 載過去 如果這些事一切都搞定以後 真正開發成果以後 以後船隻就不需要落到更遠的 更南的馬六峽海峽 它是借到泰國跟馬來西亞 比較上面的地方 就可以直入這個這個 印度洋 那這對新加坡又是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從事 那你看 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他看到這樣一個危局 他做什麼事 你想想看 這就是所謂的謀治 我舉這個例子 讓大家體會一下 然後你看 李小龍做什麼事 他說 把新加坡爭取成為第一個 北極理事會觀察員的四島國家 因為新加坡左眼的是港口營運 是否能夠持續繁榮 所以他一定要趕快擠進去看一下 北極航道相關各國的決策和資訊 提顯的因應 那麼這是2012年的事 到今天2015年出來 李小龍已經做到了 新加坡真的已經爭取到北極理事會的身份 所以你看 新加坡是在靠近赤道的地方 他居然能夠成為北極 全球各個國家組成一個北極理事會 來探討北極那邊的航線 那邊的氣候 那邊的氣候軟化所造成的全球影響 看到沒有 所以什麼叫做未雨綢繆 所以一個國家領導人就是要這樣做 叫做謀 所以 所以 謀一個權制 力當然要用權 那 談到權的話 我這邊就要補充一些概念 權的策略一定是趨的 間接的 曲線的 而不是直的策略 因為直的策略容易破 好 你看這張圖就知道 看這張圖 就我畫了一個 演講畫了一個 知道嗎 這好像蘋果還是 不知道 你知道直接這樣穿越過去 你認為很直接 這場路徑都在 可是直線啊 直線往往行不通 你知道嗎 有人說過啊 物理上的最短距離是直線 可是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 最短距離 對不起 不是直線 人與人之間兩顆心之間的最短距離 往往都是曲線 最短距離就是直線 那個物理距離反而不是最短距離 所以 這樣的一個過程 雖然好像是最短距離 但是呢 不如啊 你繞過去以後 你可以省下很多的成本 雖然你多花了一點時間 但是不用打仗 不用扯破零 整個局勢來看的話 成本反而是比較低 是不是 這張圖是不是也給各位一個概念 曲折權 曲折權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一個木頭啊 如果你太直的話 的木頭 往往沒有辦法保全 為什麼 到山上人家會把什麼樣的木頭 把它給運下山 會把這棵樹把它給砍掉 什麼樹最容易直接受遭殃 如果都可以砍的話 很直的樹木 才是人們盯上的火標 那什麼樣的樹才能保全自己呢 怎麼樣的樹能保全自己呢 就是比較彎曲的 看起來比較 比較歪的 比較曲的 就跟著緊緊繁繁的 不是那麼直 不是可以切割成為 一塊一塊很長的這個木架 或是一個長條 那樣的木 那樣的樹木反而能夠保全 可以 摘下來當不摘 但是基本上呢 絕大部分 人家把它撐下來 都是那個很直的 就是樹精啊 樹幹很直的那個 那個才有幾點下 這個 這個在提供內容的觀點給大家看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在看一件事的時候 我們會認為什麼東西很有用 可是如果你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能夠保全全局的反而是曲線 曲線然後保全 你在正在看這個概念 你知道 我們要能夠把水把它撐起來 一定要是一個 有容量 有曲線 有曲線的東西 它能夠把東西把它包容起來 對不對 對吧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一個容器的話 它一定會有曲的特性 有曲的東西呢 它才能夠形成一種容器 那是一種容器的概念的話呢 它才能夠形成一種 它能夠掌握流動性 或者是一些沒有固定形態的東西 例如權力 權力 什麼是權力你說說看 權力和一定的形態 是吧 利益也沒有一定的形態 形式 關係 文化 士氣 策略 所有這些東西都有流動性 都沒有固定的形態 所以你想要把這些東西帶回家的話 你把它打包 要打包的話呢 不能靠直線 用剪刀 用一條線把這個綁起來 做不到 你反而必須要有一個曲的一種概念 因為曲才有策略性 才能把這個東西拿包回去 這個 這段文字啊 是以前那個韓劇啊 叫明成皇后的 那個主角呢 有一段文字 他這樣說 他是在宮廷裡頭呢 動輸了二十幾年以後呢 長久的心得啊 講的這一段文字 各位聽聽看啊 他說權力 這個玩意兒呢 絕對不可以任人左右 任人操控 但是權力是要像流水一樣 如果想要一把抓住 水呢 像權力一樣 權力像水一樣 就會從手指尖那裡流掉 所以權力呢 要像流水一樣 用容器把它給裝起來 然後按照容器的形狀 自然形成權力 這段文字很有啟發性喔 很有啟發性喔 我不知道對各位同學 讀了以後 有沒有什麼感觸呢 所以想要長權的人 不能夠想像 那個意下 不能夠想像說 我把手伸進去 長住 帶回來 就像魚抓魚一樣 捕蝦捕魚 把它去抓回來 那要是掌握不了權力的 要掌握學歷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怎麼 他的意象是這種意象 這是會連人流張 選的沒事嗎 所以選上總統 不是就是幹事業嗎 怎麼樣 沒有啊 因為台灣現在都選到總統 就是幹事業 那跟這個什麼概念 那 就像 就像馬英九先生 98 雖然是總統 但也沒有權力啊 所以 太直的話 你的手段太直的話 他聲望疊得最慘 什麼時候太疊了 就是 趁王金銘到國外去 他女兒不是要下去嗎 趁他人在國外的時候 裡頭 黨內開一個什麼 黨籍委員會 然後把他的黨籍把他拔除掉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疊 然後他的手段 你想想看 今天你在看 是不是太直 而且有一點 不是非常的 讓人家幸福 這樣的手段 就從那個時候 你發現他的 他的聲望開始下了 然後一直到現在 都沒有 沒有真正復甦 然後即使人家去打官司的話 到現在從來沒有贏過一次 有沒有 有發覺到 你們有討論沒有 他對權力的掌握來講 他其實應該好好參究一下這段文字 那任何同學想要掌握權力的人 你應該去參究一下這段文字 什麼意思叫做 用一個 用一個桶是不是 把水把它給沉起來 帶回去 這樣這個水你能帶回家 你想把這一盆水把它帶回家的話 不是用手把力抓起來 抓不了 抓不了 你一定要用一個容器 阿媽水 沉起來 你這樣 好 權力才能夠真正掌握 請問這段話給你們什麼啟發 同學 該怎麼發揮的時候 什麼啟發沒有 補充一下你們看 說說你的心得概念 這就是曲折權的概念 不是要講權嗎 必以權則於天下嗎 某一個權字嗎 兵不頓的力可權 這個權就是這種概念 那什麼意思叫做曲 用曲有曲線的東西把它給包容起來 用曲線 你才能把對方的心把它包起來 你才能把整個力把它包回家 你用直的用一根櫃子 你怎麼可能把權力帶回家呢 你用棒子怎麼可能讓人家能夠聽話呢 你用棒子怎麼能夠收拾人家的心呢 你懂我意思嗎 你用彎曲的手臂 攬著對方的肩膀以後 摸摸他的頭以後 然後左手一根糖果遞上來 塞進嘴巴一頭 人家的心就被你收拔了 這是可以攬自己 對不對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我之所以是要 Be a leader Not be a boss boss有good boss跟bad boss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boss就是可能他的權力來自他的職位 那leader就像老師說的 除了來自他的職位之外呢 他還來自像老師說的給他包起來 沒錯啊 你想想看 我們在講boss講leader的時候 都有一個概念喔 我們大家想要談manager 請問manager跟leader有沒有不一樣 我記得上回有跟各位講過嗎 manager跟leader有沒有不一樣 管理者看的都是比較短暫的 按照規章形式 按照管理規則形式 你晚十分鐘扣你一百塊 按照規章形式 領導者呢 看了是什麼 看了是長遠 管理者呢 都是按照職位所賦予給他的權力 來行使他的職權 可是領導者呢 他不是靠這個東西 他是靠什麼 所以有一種說法說 一個管理者 如果哪一天 他因為他的職位 而下台了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可以執行他的管理的職務 但是一個領導者 有一天如果他下台了 他還能夠 對他昔日的部署發號施令 對不對 那管理者 他離開這個職位以後 他沒有辦法再對他昔日的部署發號施令了 為什麼領導者離開這個職位以後 他往往一通電話打過去 他部署還很願意賣賬 他很願意幫他忙 還能夠對習的部署發號施令 像宋楚瑜 宋楚瑜你看 沒有什麼學位已經將近20年了 不過就是習的新民黨 可是新民黨不是慢慢慢慢再摔腿下去 到今天 他旁邊還是有一群人願意拱他 願意附著他 他還是實際長有某種程度的一群人 這就是他的leadership 所以即使他下台了 他一樣能夠對習的部署發號施令 他靠的是什麼 靠leadership 靠leadership 所以leadership不是只有容器而已 我在講的這個概念是說 你要運用權力的話 要懂得趨這個概念 不能說像那個 那個管理者 管理者都是用一個管理棒 過來 你過來 叫教育者 到這邊 這邊 就你 看到沒 這就是管理者 領導者是什麼 沒關係 來來來來 到這邊來 看到沒 領導者的感覺 給他什麼感覺 你自己說 給他什麼感覺 領導者說 沒有問題 找我 來找我 我幫你出頭 來這邊五塊錢先拿去 拿來根塔 負責對不對 沒關係 領導者 領導者你要be a leader的話 你要參閱一下這一段五次 那你在公司當經理人 請問一下 你要用管理者的手段 還是用領導者的手段 懂你意思嗎 所以不是說 人家給你權力 你就能掌握得住 同樣的一個職位 兩個人去當的話 表現出來的結果 可以完全不一樣 而這個董事長讓你做 董事長讓你來做 兩個人做出來的結果 會不一樣 為什麼會不一樣 就是 兩個人對於董事長 權力的掌握跟運用 這件事情的領域 兩個人完全不一樣 所以一個人死出來的話 呼呼聲風 他可以完成很大的這個任務 另外一個人死出來的話破 習慣這個下調給習慣做很多的準備 不是說下調是不好 但問題是你給人那個感覺 那個手段是什麼 掌握權力的那個技巧也好 或是那個方法 不一樣 對 對 越拉越緊 那太陽呢 他就出來又用綠賽 他不用用綠賽 他是非常緩和的 慢慢把能量輸送給你 看你區怎麼解釋 中間 這樣看來這叫區 那以前還有一句說 還有一個說法 是說 人啊 是要被理性說服 可是人啊 為什麼人家用道理說服你了以後 為什麼你還是不做 對不對 說服你了不要 胡了 老師講話有沒有道理 有 有道理回去還是要不做 對不對 要好好人生讀書啊 回去要寫作業 只怕我們要統計課啊 一定要事先要預習 聽到了沒有 好 OK 回去以後 還是一樣啊 統計到下次上課之前 前一分鐘還在那邊隨便摸一摸 為什麼沒有辦法真正 讓他能夠改給我 因為人們如果只用理性去說服一個人的話 這是不夠的 還需要用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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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 考試是迫不得已的 考試工程之法 不得已的 那除了考試之外 還有別的方法可以用嘛 對不對 所以你除了理性說服人家之外 你還需要靠感性來感動人家 你知道嗎 所以人啊基本上是感性跟理性並存的動物 那我要請你們思考一下 人到底是理性的力量比較強大 還是感性力量比較強大 你們覺得呢 你看大家很多人都是說感性 有沒有人堅持說是理性 當然理性是很重要的啊 不是說理性不重要 但是你如果兩個 兩個東西來比較的話 感性往往戰勝了理性 你知道嗎 因為你直接感覺的東西是真的 你理性是經過 腦筋清醒 睡飽了 吃足了 那個時候才有理性可言的 對不對 沒有吃飽 沒有吃足 衣食不足 衣食不好吃 吃了不飽 穿了不好的情況下 你的理性在哪裡 不見得很周全啊 所以以前才有一句話叫做 衣食足而後之融入啊 有沒有 有沒有 倉領足啊 而後之廉恥 倉領足 倉領足 倉領就是糧食啊 倉庫裡頭的東西啊 填得很飽 你冰箱裡頭 填了很多東西 那個時候你跟他談理義啊 廉恥啊 他來 他理性才能夠跟上場 才能用得上 肚子不飽的情況 你跟他講理性 再跟他講理義廉恥 聽不進去的 是吧 所以領導人要善於用什麼 要善於用區的力量 我跟剛剛所講的東西都沒有問題 然後有同學這樣說 那你們其他同學體會怎樣 感覺弱 用區的運用權力